这是我见过最狡猾的野狗 他竟然成功地加入了猎狗群 不但没有被杀死 还霸凌着狗群里的低等猎狗 进食的时候 他竟然排在族群第二位置 说明他此时的地位仅次于猎狗女王 野狗名叫伊古 足卢语的意思是孤独者 他的族群全部死于狮子之手 他是唯一的幸存者 在逃避狮子追杀的路上 他碰到一只猎狗 伊古有着异乎寻常的勇敢和智慧 他没有像同类一样躲避 反而静止走了上去 经过一番沟通之后 猎狗彻底被伊古的口才所征服 变成了伊古的第一个小闺蜜 这只猎狗的身份可并不简单 他是猎狗女王的女儿 有着高贵的身份 这也是伊古为什么能混进猎狗群的缘由 我是小猫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是我见过最难忘的画面 一头成年雌性非洲野狗 霸道地驱逐了一对狐狼夫妇 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捕猎狐狼幼崽 相反他在驱逐了狐狼夫妇后 安然自得地照顾起了小狐狼们 由于两个物种之间的喂养方式相同 小家伙们渐渐忘娘 很快便与这头非洲野狗打成了一片 而这头野狗姑娘 由于没有同类作伴 人们给他取了一位孤独者的名字 而不久后 一头猎狗的出现 则成为了博此瓦那人们 关注的一个焦点 小伊古还会继续将自己带入角色吗 他会勇敢保卫孩子们吗 小伊古没有犹豫 他不允许猎狗的靠近 哪怕这头猎狗并没有攻击性 他可能也只是 被小伊古的美貌吸引来的 至于狐狼夫妇 也没有打算放弃自己的孩子 他们做出了一个聪明的决定 狐狼爸爸利用自己引开了伊古 狐狼妈妈则趁机带走了小家伙们 而当小伊古察觉不对返回时 已经为时已晚 他的养子养女们已然消失不见 他再次地成为了孤家寡人 他不理解为什么 这对狐狼夫妇不接纳自己 在他看来 他的表现已经是非常的友善了 但很快一个非常棒的机会出现了 先前被小伊古驱走的猎狗 再次返回 或许一开始 他就打算把小狐狼当成了晚餐 当然也有可能是 小伊古和他 要上演一个英雄就美的剧本 当猎狗靠近 并试图攻击狐狼 夫妇时 小伊古选择了一个绝妙的机会登场了 他帮助狐狼夫妇击退了猎狗 获取了他们的信任 伊古的最后一次目击发生在2013年底 当时一个野犬群进入了蒙波岛 因为之后观测到的犬群数量 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很显然小伊古并没有加入他们 前那年 奥卡万哥三角洲北部 因沼气发生了火灾 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那 当回过头来时 小伊古已经不见了踪影 或许 他因为其他动物的攻击 导致了死亡 也可能是他更改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我们无法得知 这个开朗的野狗姑娘后续 但我们有幸能见证 这个传奇的故事在我们面前上演 它不仅仅只是告诉我们 不同物种之间的共生关系 更是象征着大自然的无限可能 这只较小的非洲野狗 在孤身游荡了许久后 意外撞见了一头眺望远方的猎狗 出于对伙伴的渴望 使小野狗战胜了内心深处的恐惧 他被他吸引了 就像每一个纯真可爱的小孩一样 他觉得找到了心目中的小玩伴 同样活泼机灵的他 也深深吸引了这只孤单的猎狗公主 他们无法阻挡地结伴了 也因为这只猎狗的母亲 士族群中的女王 所以哪怕他俩结伴回家 其余猎狗也没有对小伊古发起攻击 新伙伴地加入 不仅让小伊古高兴坏了 也使得他愈发地自信 当人们发现小伊古居然慢慢靠近黑背狐狼 并通过人们无法理解的方式 挖走其中成员时 事情也逐渐变得有趣了 各种各样的猎狗与狐狼 变成了一个联盟 并在一只野狗的带领下集体行动 也因为这些新伙伴 小伊古不在每天提心吊胆 狐狼会在狮子靠近时提供预警 而小伊古可以为伙伴们 带来充足的食物 很明显 六个月前的经历 让他在捕猎方面进步不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 联盟中的狐狼们 产下了一窝健康的幼崽 小家伙们对伊古亲密无间 哪怕这并不是他的孩子 但伊古依旧愿意 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进行反除喂食 或许在他看来 这些都是他的家人 但身体的发育 不会因为小狐狼们而停止 小伊古不出意外的发情了 他对此感到非常困惑 强烈的动物本能 使得他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建的联盟 踏上了寻找同类的道路 在这一过程中 小伊古遇到了其他形形色色的动物 他勇敢地上前打招呼 但很可惜花豹并不领情 因为在他眼里 野狗往往都是成群结队的出没 告别了胆小的花豹 先生后 小伊古又遇到了一群小家伙 但虎猛的热情使得他难以招架 他也明白自己的魅力 但这依旧不是他想要的伙伴 在继续游荡了一段时间后 小伊古的荷尔蒙 也渐渐平复了下来 终于熬过发情的困扰 但随之而来的 却是无尽的孤单 直到他又遇到了一个新的狐狼家庭时 小伊古母性的本能 又一次嫁临了 但狐狼夫妇 显然是把伊古当成了掠食者 他们对小姑娘极度地排斥 不允许他靠近幼崽 但作为曾经犬狗狼联盟的大姐大 小伊古傲娇的小脾气也上来了 这头非洲小野狗 你别觉得长得丑 它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交际花 猎狗狐狼 均纷纷败倒在它的石榴裙下 据说你只要盯着它足够久地看 也会深深地爱上它无法自拔 非洲南部的博茨瓦娜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这里的猎狗 野狗等中小型食肉动物 存在着高密度的共生关系 这是非常罕见的 在其他地方 它们往往都是对方的生死大敌 且因为非洲野狗每年数量都在锐减 目前全世界仅存不到三千五百头 已经被列入 因为保护动物序列 为此在2013年 人们专门拍摄了一部 以非洲野狗为主角视角的纪录片 片名 野狗的故事 非洲野狗 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体系群居动物 它们异常的团结 超乎人们想象 与同种社会体系狼不同的是 在野狗的一生中 它们对待同伴永远都是利他行为 你看不到欺凌弱小 看不到内部争斗 当然只有同部落的成员才会如此 不同狗群之间还是会发生碰撞 单个野狗群的数量基本在40只左右 曾记录过规模最大的狗群有100只 且它们与狮子猎狗 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非洲野狗群的首领 往往都是一对伴侣 当它们狩猎或减食成功时 最年轻的成员会优先进食 然后是群里的下属成员 每名成员都有份 如果食物量不够充足 优先进食的成员 便会依次返出给没有吃饭的伙伴 其中包括生病受伤 以及年老的野狗 当然还有留守部落的幼崽 而当某个野狗失去了部落 失去了伙伴时 它们会发生什么呢 感谢这个名叫伊谷的姑娘 它告诉了我们答案 在博茨瓦那奥卡万哥三角洲的蒙波岛上 由于受到狮子和其他掠食者的竞争影响 使得野狗数量大大锐减 直到2008年时 只剩下了伊谷和它的两个男性伙伴 而不久之后 它最后的两名伙伴也失踪了 只剩下了伊谷自己 在之后的六个月里 它学会了独自狩猎 学会了躲避敌人 但对于一个群居生物来说 它也觉得非常的寂寞孤单 所有人都认为小伊谷将会离开 并在不久后会加入新的族群时 但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这头野狗始终在这里孤身游荡 不曾离开 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其实不管做出多么奇葩的举动 它只是想摆脱无尽的孤独 给渴望亲情的心 找一个归宿 而且后来 这个愿望最后真的实现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小猫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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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